为确保垃圾不落地 大马更美丽 举国打造更干净大马 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今日于不成宣布 于本周六举办全国性的清洁大马日 Hari QC Malaysia活动这项首开先河的全国性大型清洁活动 将于2024年9月28日 星期六在吉隆坡中央公市KL Central Market与全国同步举行 活动时间为早上8点至晚上8点 共计12小时 除了集体清洁之外 还将举办环保嘉年华 关于可持续生活与循环经济分享会及展览 跳蚤市场及文化演出等多项活动 预计该项史上首次推出的清洁大马日将列入马来西亚记录大权 房地部再次创造历史 根据预估 在清洁大马日当天 全国156个地方政府会有5万人参与 估计会有至少3000公吨的垃圾获得清理 包括清除非法垃圾厂 尼和敏今日在部城召开记者会上指出 全国156个地方政府将会总动员以不同形式参与相关活动 包括进行区域清洁大扫除活动 关闭非法废料垃圾厂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手提袋 清洗五角机 勾取及排水系统 开展捡垃圾跑步 plugging 清理人行道及道路等 除了清洁工作之外 此次清洁大马活动 预计也将打破三项马来西亚记录大权记录 分别是 全国范围内同时参与人数最多的大扫除活动 最大垃圾收集量 家庭废弃物及最长集体清洁时间12小时 全球有每年有13亿吨的新鲜食物被丢弃 此次清洁大马运动也旨在提升全民清洁意识 减少浪费 此外 尼和敏表示 为打击乱丢垃圾的情况 房地部将于明年修法 乱丢垃圾履饭者将来必须进行社区服务 包括清洗沟渠、打扫街道等以示警惕 出席今天记者会的者包括房地部副秘书长拿督塞达图 拿督占比里 部城管理局总监拿督法轮 阿南弗拉公司代首席执行员巴德鲁西山园 房地部众多官员等